三名鸡血鸟 绝败孤北 这一局黑方采用飞向局 拐脚马 黑方禁足之马 也是必然 平炮 是公元大爷的重型武器 他有禁足鞋马的羞扰 还打通了鞠鹿 但是红方不大力 黑方一看乖乖 然后万万没想到 红方竟然是弃马攻杀 那黑方一看 得子还有错不成 上马登炮 再平鞠捉马 这个马不敢动 炮比斗鹅还远 所以只能保 问题来了 用哪一个鞠保 咱们一个个看 如果鞠一禁一 弱点 立刻暴露出来 因为黑方不敢杀兵 这个中炮发过来 进士 就丢马 鞠马 就丢炮 所以黑方无奈 也只好是平鞠 对桌 把鞠掉出来 这样交换以后 鞠砍着炮 那炮肯定要走啊 然后 啃向 下面 红方 怎么走 回马金枪 带着响 打着鞠 黑方不想丢鞠啊 不想丢鞠 只能走向 因为老将 吊住了炮 你打不起来 对不对 但是 老将 成了斗耳2.0 升级版 绝杀 无言 好 咱们回到节点 所以 红方 肯定是用这个句报 与有经意好啊 因为下面 正常出居 还有先手之力 对不对 想得美 红方有反制手段 怎么治 浸泡 打居 黑方一合计 可能都笑了 正好穿功而过 你杀我的炮 我杀你的炮 交换而已 而且 摆脱了牵制 但是 红方 上马 这是几个意思 准备 打足代行 一捕试 把这个 鞠给搂了 所以 黑方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红方 始先 中炮一响 黄金万两 肯定要被捕试 交换 交换以后 黑方选择 禁足 拱马 然后 高居 捉炮 因为 退炮 升阶的路 被马给挡死了 当然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黑方能不能杀骂 如果杀骂 就是如果 虹方禁军 这是铁明栓叫沙 黑方只能平降 残局破市 必有 奇效 这个就无解了 所以 当前局面 原谱 高居 捉无根炮 没有问题 对吧 中炮是 无万恶之源 一切 都是那么的平静 那么的自然 但是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 但是 民间手抄本 号称野路的大权 风平浪静 必有杀招 怎么杀 弃鞠躬杀 黑方无奈 只能含泪 杀局 然后 侧面 再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 好 感谢观看